现在,让我们继续看看 在髋关节处产生运动的肌肉 有五个肌肉群需要观察 短旋转肌、趋肌、内收肌、外展肌和身肌 我们先来看看这六块短的旋转肌 因为它们位于所有其他肌肉的深处 短的旋转肌来自四个不同的骨表面 底骨的内表面 壁孔周围区域 壁孔的内表面和外表面 以及坐骨的外表面 它们都集中附着在骨骨后部的这个小区域 就在大转子的内侧 起源于底骨的是梨状肌 在这里 梨状肌从这里在底骨上产生 它通过坐骨大孔和坐骨神经离开骨盆 我们将直接绕到后面 看看它在哪里出现 这是从坐骨大孔穿出的梨状肌 它插入此处 位于大转子内侧的高处 梨状肌是需要理解的重要肌肉 因为它与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 坐骨神经密切相关 现在 我们来看看两个壁孔肌肉 壁孔内肌和壁孔外肌 它们位于壁孔膜的每一侧 这是壁孔外肌 它几次壁孔膜 和坐骨持骨支的壁林边缘 壁孔外肌在骨骨镜的下方 向后通过 这是它的基建 横向穿过 到达它的附着点 位于梨状肌的下方 接下来 我们将看到壁孔内肌 它位于坐骨后部 从骨盆内部穿出 我们会绕着这条路线 看看它出现在哪里 这是壁孔内肌 它起源于卡骨和坐骨上的 这一广阔区域 以及壁孔膜 它通过坐骨小孔离开骨盆 当它绕过坐骨后部时 壁孔内肌转了90度角 当它转弯时 它被上下两块小肌肉连接起来 上麻肌和下麻肌 它们来自这里和这里的坐骨 与壁孔内肌一起 它们被插入此处 最后一个短的旋转机 是骨方机 骨方机 从这里的坐骨节节开始 并插入到这里的骨骨 在转子肩脊上 所有这些短的旋转机 都有相同的作用 通过向内侧 拉骨骨后部 它们会产生这种运动 髋关节向外侧旋转 当脚着地时 相同的肌肉动作 会产生看似不同的运动 躯干向另一侧旋转 因此 这些肌肉的收缩 有两种可能的影响 具体咀嚼于 肢体是否可以自由移动 或者是否固定 这适用于 在髋关节处产生运动的 每一块肌肉